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吃到很多根茎类食物 例如像是番薯、马铃薯、姜、洋葱、蒜头、红萝卜等 但有时摆得太久就会有发芽的情况出现 这时候会不会有毒还能够吃吗? 有请专家来为我们解答咯 其实真的除了薯鸡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食物就算发芽都可以食用的 在发芽的时候会产生了一些天然的毒素 叫做龙葵胆 这种天然的毒素是为了保护薯仔 免受它被虫咬或细菌侵害 也就是说如果吃了发芽马铃薯是有可能中毒的 例如嗷嗷、肚痛、头晕等不舒服的症状出现 如果发芽的部分不是太过厉害 或者它本身的生长程度很少的话 其实可以彻底去除了牙眼的部分 看到绿色的位置都除去了的话 其实也可以照常食用的 你看到它很多部分都开始有发芽的迹象的话 最好就不吃了 发芽的一些根茎类食物的营养价值 它的转变不是太大 薑类发芽之后 其实它里面一些的淀粉质 会转化成糖分 其实这些糖分很快就会被牙的部分 作为营养生长 特别是我们成熟的番薯类 其实它如果发芽的时候 它里面一些淀粉质的含量会少了 所以它无疑它的甜度 或者碳水化合物的份量就会少了 发芽的部分都会有一个营养价值在 我们照着来吃的话 都可以得到本身 比如它自己的营养都可以得到 蒜头发芽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蒜苗 那蒜苗都是我们其中一个香料用的 或者是一个炒菜会用到的一个食物 而蒜苗除了有抗氧化的蒜素之外 还有维他命A和C 纤维叫蒜头来得高 所以营养师说 其实也可以一并吃下肚啦